太漂亮了 我的背后是几千亩的茉莉花 现在我们在广西横线的茉莉花基地里头 这里面的茉莉花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种子基地 我们喝的茉莉花茶包括我们用的很多香水 都是这儿的茉莉花里面提炼出来的 每当看到茉莉花的时候 我也想起小时候 因为成都人小时候是喝山花 当时的茉莉花就是有点像山朵花在上面 成都茶厂的标志 也就是现在喊了logo商标 就是山朵茉莉花 小时候有说都是用背板炮起之后 然后看到我们把满花的成都外包 这里享受这份有花香的茶 所以一直对茉莉花有种莫名其妙的好感 而且有说它这种淡淡的香 真的就是情人心疲 我喜欢的话都不是很浓烈的 像比较白花那些 我说少闻久了老婆会晕 但是茉莉花的这种味道呢 它会让你就是起身心脑的感觉 而且有说这种戒备这种戒备无瑕的感觉 给你有一种那种自身于世外的那种 透彻内心的那种清理那种感觉 虽然我有说在这次光稀之行 都故意要安排来寻赏一下大名鼎鼎的 很羡慕的花 很久以前就想来 但是一直都没的机会没的时间 这次真的是如愿了 而且今天运气真的很好 前几天光稀这边一直在下雨 今天过来的时候出了点红花太阳 在阳光下来天下阳光中 享受这份茉莉花的清香 和它的这种高雅 我觉得真的太幸福了 很羡慕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芳美丽满枝芽 有香有白人人花 让我来将你摘下 送给别人